如何提升我们的系统思维能力 今天我们继续介绍系统思维的十一个法则 第八个法则 微小的变革可能产生很大的成功 但最有效的杠杆常常不易被发现 上期我们说了系统的一个法则叫快吉斯曼 很多看起来立竿见影 想而易见的方法 往往存在巨大的隐患和潜在的风险 这是不是意味着系统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呢 其实也不是 而是要找到合适的杠杆点 阿基米德说 给我一个支点 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 在系统资美里面 作者梅托斯介绍了12个系统的杠杆点 通过12个维度的杠杆点 我们可以去调整优化和改善系统 这12个杠杆点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越低的杠杆点效果越快 但是影响范围越小 反之越高的杠杆点效果越慢 但影响范围越大 一个复杂系统就像一个大的操作系统一样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各种参数 可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是对整体的系统影响是有限的 比如我们感觉冷了 可以加两件衣服就可以保暖了 但是长期要抵御风寒 你就必须要有强健的体魄 这就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 再比如手机变慢了 我们可以杀掉一些后台程序 马上系统就会快一些 但是要让系统长期的运行很快 就需要升级核心的部件 还要改变我们的手机使用习惯等等 这就不是马上能够解决的 在一个复杂系统里面 系统最大的杠杆点往往是最不明显的 而我们需要观察分析洞察系统的结构模式 关于优化系统的12个杠杆点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翻看我之前的系统资美的系列内容 系统思维的第九个法则 叫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但不是马上 在企业的产品生产里面 提升产品质量和降低产品成本 好像是两个天然的矛盾 因为要提升产品质量 就需要用更好的材料 更多的人力成本 这会增加材料和人力成本 但是其实我们只看到了产品质量 和产品成本之间的矛盾关系 没有把它们放到更大的 生产供应生态系统里面去考虑 在更大的系统里面 产品质量和产品成本 可能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而不是相互矛盾的 实际上市场上有很多 产品质量和产品成本 都解决了很好的企业 比如小米公司 就是很好的案例 用系统思维来看 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 可以把它们放到更大的系统里面 或许就是可以兼容的 降低成本 恰恰可能是提升质量的原因 而不是矛盾的 比如小米通过优化供应链 优化产品的功能 提升产品创新 构建产品的生态 等等方式 来降低那产品的生产成本 而且把这些节约的成本 用于提升产品的质量 在更大的系统里面 提升那产品的质量 又降低了产品的成本 然后小米与集资的性价比 也赢得了市场的口碑 我们通常认为 鱼和熊掌是不可兼得的 那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 鱼和熊掌 这两个非此其必的选择 或者说这个小的系统 在家庭教育里面 提升学习成绩 和增加玩耍的时间 好像也是无法调和的矛盾 但是实际上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学习成绩很好的孩子 他们可以做到相得益彰 如果我们只看到了 提升成绩和增加玩耍 在时间上的冲突 为了增加玩耍的时间 就要减少学习的时间 但是我们可能忽视了 背后更大的系统 一个人的时间管理 精力管理 专注力培养 还有情绪管理能力等等 这些都是 学习和玩耍之外 更大的系统要素 在更大的系统里面 放松的玩耍 可能可以有效的提升 学习的专注力 和培养学习的兴趣 在更大的系统里面 它们可能并不是矛盾的 系统思维的第十个法则 是把大象切成两半 也得不到两头小象 这里的意思是 系统具有完整性和整体性 要理解系统 我们需要看到系统的全貌 而不是局部 而且我们人为的 把完整的系统分割开来 不仅会增加系统的复杂性 也会增加小系统之间的内耗 比如一家公司 为了提升效率 决定把之前的一个部门 分成两个独立的部门 每个部门负责各自的一块业务 虽然这样做的初衷是简化管理 但结果可能是 两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都变得非常困难了 导致整体的效率都下降了 这是因为公司作为一个大的系统 各个部门之间存在着 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如果没有看到这些联系 仅仅把部门切成两半 就无法理解部门 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运作的 人为的划定边界 会导致系统内部的冲突加剧 从而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系统内耗 在很多家庭里面会采用AA字 但是一旦划分了你的和我的 作为家庭的完整性就破坏了 很多家庭的情感破裂 就死于这样的机制 把一个系统人为的分成两个 不会得到1加1等于2的效果 可能会得到1加1小于2的效果 系统思维的最后一个法则 是不去责怪 当我们面对问题 面对困惑的时候 总是习惯于去归咎于他人 这里的他人 包括政府 市场 社会 竞争对手 正如很多父母 一边指责孩子爱看手机 自己也一边刷手机 一边指责孩子拖他 自己也做事常常非常拖他 而实际上 当我们指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意识到 我们其实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也是系统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都身处一个更大的系统里面 好了 今天我们通过其内容 介绍了系统的11个法则 这个11个法则 其实是因为我们不具备系统思维 而产生的各种偏见和谬误 那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的系统思维呢 下一期内容 我们就正式开始用系统思维 来重新看待世界和看待彼此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这些 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点赞收藏和关注我 我们下一期就会见